观众好 您好 我是婉安琪 早上9点钟整点新闻 首先关注的还是民众党的假账风暴 那么在昨天的搜索约谈后 一度因为筹不出保释金 在北柬过夜的 木可公关负责人李文娟 还有会计师端木正 在今天早上6点多 先后交钱离开了 那么特别的是端木正 它本来是200万保释金 结果他说密保无招 也就是说凑不出钱了 结果保释金被降为100万 快步走出地劫 面对提问全程不发应语 柯文哲政治现金 被爆出假账怡云 他就是负责的会计师端木正 他会觉得被民众党背叛 柯文哲现在把责任都推给你 会不会觉得很委屈 会不会觉得很委屈 过去曾经承办民众党选举活动的 时乐公司表示 没有开立其中三笔 总共916万元的发票 另外还有1300万元的经费 疑似以授权的方式 转入木可公关公司 直到晚上台北地检大动作 搜索木可公关公司 端木正事务所等其处地点 并约谈会计师端木正 木可公关公司负责人李文珍 会计何爱婷 还有柯文哲竞选办公室的财务长 李文宗 以及其他负责人总共6人 进攻楼叶夫讯后 因为在文书最嫌端木正200万元交保 但他表示筹不到这么多钱 检察官降保为100万元 而李文珍是150万元交保 两人都得要限制出海出境 接受科技监控 而公司会计何爱婷 50万元交保 其他人则是 吴宝请回 而今天检警还会有什么动作吗 我们把联系镜头交易记者理解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陷入了政治现金 申报不实的疑问 为了要调查背后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也因此检调从昨天 就已经开始搜索 同时约谈了六个人 而这六个人当中 有四个人被立委被告 而就在这一个晚上 到了早上 其实当中有四个人当中 被立委被告 三个人已经交保了 而其实涉案比较重大的 也就是他们的会计是端木正 原本是两百万元交保 但疑似是筹不出两百万 因此假官降保为一百万元 那另外木可公司的负责人 李文娟是一百五十万元交保 而底下的这个 他们的会计是五十万元交保 那这些案件之所以会曝光 就是因为侦察院之前 公布了二零二四年总统大选 当时总统候选人 他们所申报的会计报告书 但是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被质疑当中 有三笔金额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这三笔经费 原本申报为是要放在这个 包括要帮他办竞选活动 以及演唱会的两间公司 但这两间公司都说 通通没有收到钱 而这三笔费用 其实加在一起 也就是九百一十六万 这九百一十六万到底花去哪里 还是这些钱到底是怎么用的 目前我们可以知道 是这些都还在调查当中 而警察也查出说 一四有一笔是以授权金为名义的 费用至少是一千三百万元 是来汇到这 转到这个木可公关公司底下 那这些钱又是在哪里 那根据了解 其实检调在昨天一整天 是有搜索了七个地方 包括了非常多的办公室 还有涉案人的当事人的住家 那带回了这些 包括了收据单据 还有一些账本等等 那接下来检调他们要所查的 就分为两个方向了 第一个 如果这些账策都是属实的话 那到底金流去了哪 那么如果当中这些账策 有可能有问题的话 那到底是谁对这些发票 或是单据动了手脚 那我们知道其实政治现金 他所花费的目的地 其实包括了小则 从一个便当 或者是一个卫生纸 大到可能办演唱会 或者是租用场地 那么现在 其实这么多的账策跟收据 检调单位 他们也不太可能 每一张都来核对 也因此会从比较大笔的金额 来去来追查 也因此说 现在就是要查 这些东西 这些钱到底出了哪 但去又是从谁而出 那这些东西 会不会是从柯文哲出手 还是是端木正 自己交出来的 这把火会不会烧到柯文哲 以及黄珊珊 当时作为他们的总干事 会不会也被来约谈 什么时候会来约谈 我们将持续的为您掌握 好 而稍早 柯文哲是已经出门了 持续观察 剪掉 剪警会有什么动作之外 柯文哲他又怎么说呢 我们把连线镜头 交给记者周文轩 好 没有脑袭 柯文哲是渐期是陷入了 政治现金的风波疑云 而不过在昨天深夜的时候 台北地人署是漏夜来复续 而今天清晨的时候 木可公司的负责人李文娟 以及当时的财务长李文宗 另外还有会计师端木正 都依照不同的金额 来已经交保了 而今天早上 柯文哲是出家门的时候 跟过去不太一样 面对媒体的问题 他是大方的来谈论 一起来听稍早访问 主席你昨天有发这个党员信 你说世人不明 这部分是包含李文宗 端木正跟黄山山吗 其实我们换一个错误就是 其实做账还是要找会计人员 财政人员 不是在那种非专业 所以有时候 还是专业事前还是要详情专业 当时端木正是谁向你推荐 这也没有什么向你推荐 因为他长期来就在我们这个党里面 所以用他我不觉得很奇怪 因为本来中央党部有一个长期在合作的会计师 这个中农大员是临时加出来 所以说要我们党里面谁是会计师 就这么简单 所以没有说什么谁推荐的 好 柯文哲是被问到说 妻子陈佩琪是否有替儿子来设人头公司 柯文哲是再三的来强调 那不是人头公司 那只是父母对小孩子的疼爱 所以帮小孩子来开公司 那么另外有关是否真的有人在其中贪污 柯文哲也表示对自己的党是有信心 那么柯文哲说还是要找专业 那么他说的不专业的是指他老同学 也就是当时进办的总裁务长李文宗 李文宗昨天也有被约谈 后来是被请回 而昨天民众党陈志涵是明确的点名 李文宗就该要负最大责任 财务长我觉得是更大的问题 就是当你负起这么重责大任 你是一个账房 财务总管的时候更要非常干净 直播上炮火瞄准时任 晋总财务长李文宗 直言根本没做好自己角色 我很难过的是 我觉得他不只是 让我们整个团队做事不干净不利落 他把整包丢出去 他把我们整盘的努力权都毁了 民众党立员党团主任陈志涵 真的很生气 但同样无法认同李文宗说的话 还有前理委陈婉慧 不过同样都担任要职 更点名黄珊珊要负责 但是你总干是黄珊珊 你就是CEO 一家公司的账怎么样处理 难道你一个CEO 完全都没有责任吗 直至黄珊珊没负起责任 越讲情绪越激动还落泪 很爱这个党 我今天都很怕我自己讲得太激动了 很多小草真的很爱民众党 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说 这次的痛定是痛 就希望这假装风暴能赶快平息 不过还有诸多争议等着离清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林延奉 秀出柯文哲到底是吃什么素食 能够申报一笔要96万元的餐费 这回查的速度快不到两小时 民众党副秘书长徐甫拍下单据 说明是因为连续输入两笔账目 上一栏是110元 下一栏应是960元 结果没清干净就变成了96万元 让他真的无言 留着单据证明又是一笔雾灯 TVB的新闻刘一俊年轩台北长报道 晚上七点多北基站终于有了动静 一名穿条纹上衣被测背包的女子 她是柯文哲假账案重要人物之一 也就是舌乐及尼奥公司负责人戴力林 以证人身份被送到北检附讯 真的民众党的情况我承认吗 戴力林没有回答 很快的大约过了半小时就被请回 依旧保持沉默搭计程车离开 但晚上进度还没结束 紧接着一名穿西装戴口罩的男子 也被送到北检 他是端木镇会计师事务所的员工 一路上头都滴滴的 检方上午兵分切入大动作展开搜索 包含木可 石乐 尼奥公司以及李文娟 戴力林住家还有端木镇会计师事务所等 共带回八伤证务其中六伤是民众党主动提交的凭证 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尽数的厘清真相 能够最快的把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短报 福报甚至是肉灯物窄等等的情况都尽快的来尽快的来尽快的厘清真相 李文娟跟端木镇是检方首播约谈的被告 另外也要约谈四名证人要继续追查关键金流 TVB新闻综合报道 下局人员每人都抱着纸箱陆续走出办公室 这里是台坡大楼二楼的木可公司办公室 柯文哲卷入政治现金申报不时风波 检方上午开始兵分切入大动作展开搜索 搜索的部分不包含台湾民众党党部 也不包含台湾民众党柯文哲主席的办公室 但是我们主动提交了六箱有关大选时期的凭证 希望交给检方尽数的厘清真相 调查局的两辆车接连抵达北基站 第一辆车就是载了民众党提交的六箱证物 第二辆车则是另外两箱证物 其中一箱还需要黑色行李箱装着 不排除是相关的硬体设备 这回搜索地点包含端木镇事务所以及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我认的两名律师 火速赶到现场 面对提问没有回答快步搭上计程车离开 扩完证物接下来就是约谈相关人等 这起案件五名被告分别是柯文哲夫妻党 柯办委任会计师端木正 时任进总财务长李文宗 承烂竞选周边业务的木可公司负责人李文娟 根据了解李文宗李文娟是兄妹 李文宗跟柯文哲还是高中同学 其实以时间点来看 从12号国民党议员钟小平告发后 到北检分案调查 短短两天指挥搜索速度非常快 如今案件已经曝光 相比其他秘密侦查的案件 被告面身的可能相对较高 也因此安排比较快的搜索进程 是非常合理的 通常这种搜索会去搜索 他的主机电脑以及手机还有战册 五名被告晚上首播将被讯问的是 端木正跟李文娟 追查政治现金案得调查长期金流 恐怕搜索行动还没结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